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点12分54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的各地降雨几率其实都偏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未处于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边缘 那么没有办法阻挡水气 所以绝大多数的情况的形态都是午后短暂雷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午后桃园以北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都有可能会降雨 各地的降雨几率 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60% 尤其是台北市 中部地区30%的降雨几率 当然有些地方比如说像云林嘉义 也有60%的降雨几率 南部地区或短暂雷震雨降雨几率 也有50% 尤其屏东降雨几率高达90% 那么东部地区以及澎湖地区就相行稳定 那么青石多云降雨几率是20% 当然温度还是非常的高 各地的高温估计现在都在24到35度之间 不过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因为地形的影响 比如说像是台东县跟花莲县纵谷中央气象局预测 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 而在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的宜兰县还有台北盆地的台北市跟新北市 也会在中午前后出现36度的极端高温 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台中台东跟澎湖是28度 台南宜兰花莲27度 反而是高雄现在是28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开高走低的 那么最后只有道琼小涨 但是其他的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道琼公益指数小涨了27点 收盘指数是33336点 涨幅0.08% 纳斯达克下跌了74点 收盘指数是12779点 跌幅0.58% 标普白指数小跌了2.97点 收盘指数是4207.27点 跌幅0.07% 费城半导体则下跌了10.01点 收盘指数是2978点 跌幅0.34% 好美股呢 这一个连续两天呢 那么他们公布都是跟通膨有关的数字 前一天公布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而昨天公布的呢 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两项指数都显示通膨有降温的趋势 不过从市场的表现来看 第一时间很兴奋 认为联准会呢 应该会减缓它的升息速度 不过目前呢 从债券市场的走势来看的话 似乎不是如此 我们来看到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来到了3.227% 没有降 反而是升 意味着预期升息的速度 其实可能是不变的 然后债券的价格仍旧是在下滑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也稍微的回来到2.889% 好就两年期呢是来到近期的新高 但十年期呢相对而言呢 它比较平缓 意味着是短天期认为联准会会快速升起 而这个长天期意味着未来可能会面临衰退 看起来这一个 这个长天期跟短天期的殖利率倒挂的现象 还没有任何的改变的现象 甚至于呢还在扩大当中 好那么不过对台股来讲呢 还在激励的反弹 那么台股相关的ADR呢 是上涨的台积电的ADR再涨0.96% 鸿海的ADR再涨2.78% 热光的ADR涨了0.16% 联电的ADR上涨0.71% 中华电信的ADR上涨了0.48% 而台股旗的夜盘呢 也上涨了52点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2.4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4.34美元 涨幅2.62%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2.2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9.60美元 那么这个涨幅是2.26% 每奥特报价是1807美元 跌幅0.38% 巴金的期货跌了1.89% 至于同个期货反而是上涨了1.56% 巴金的期货上涨了1.89% 而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继续小跌了0.08个百分点 来到105.12% 要注意美元指数 因为现在对于台股相关的这个美国相关的金融数字当中 除了美股尤其是费成半导体的表现之外呢 那么美元指数其实影响台股的信心是相当大的 那么美元指数呢 这两天是反映了美国的通膨降温 所以呢确实美元指数是拉回的 所以每一个市场有它不同的解读 在线市场解读 那么整个的升息的速度没有减缓 但是股市跟这一个美元指数呢 看起来是解读有减缓的一个情况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对不起啊呛不到 那么是涨跌互建的 英国金融数报百分比较指数下跌了41点 跌幅0.55% 报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则上涨了21点 涨幅0.33%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则下跌了6点 跌幅0.05%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就是美国的PPI 好那前一天公布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接着昨天呢所公布的是 生产者物价指数 好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反映的是厂商的成本 而厂商的成本如果是增加的话 势必未来还是会反映在 消费者物价指数之上 好那么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昨天所公布的数字 其实也意味着通膨降温 它如果就月比来讲 7月份的数字 其实比6月份的数字 月减0.5% 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 当然还是年增 年增9.8% 不过这个年增的速度呢 其实也是去年10月以来的 最慢增幅 好所以如果以生产者物价指数来讲 当然意味着通膨短期之内要去解决它 有一点点难 但是呢 那么目前看起来是至少最坏的状况 似乎已经过去了 那么希望这样的数字可以消弱 联准会鹰派的立场 那这里面呢 7月份的这个通膨数字可以降温 很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能源价格 能源的顿售物价的这个价格呢 大跌了9% 是生产者物价指数下跌的重要原因 好那么 不过呢 核心的PPI 核心生产物价的指数呢 是涨了越增0.2% 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准会呢 至今不愿意松口 那么转为鸽派的照原因 好在CPI跟PPI 这个公布完了之后呢 美国联准会至少三位官员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但三位官员 其实都仍旧鹰派 这里面呢 包括了这一个 米尼亚波利斯联准银行的总裁 克斯克里 那么他呢 就明确的说 到年底之前 其实应该要升息到3.9% 目前呢 美国今年已经升息了四次 一共升息了9码 来到了2.25% 到2.5之间 如果要升息到3.9个百分点的话 其实呢 意味着还要再升息8码 未来还有三次的会议 升息 不是 升息四码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升息六码 升息六码 这个数学不好 升息六码 升息1.5个百分点 那如果要升息1.5个百分点 升息六码的话 未来还有三次会议 那你可以想象到 每一次升息的速度 还是相当的快的 而旧金山联准银行总裁 戴利呢 他也是认为 这个下个月 就是9月的这个会议呢 应该是会升息两码 但他不排除要升息三码 另外呢 则是这个 芝加哥联准的银行的总裁 这个伊凡斯 伊凡斯呢 认为要说战胜通膨 还言之过早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虽然看到能源所带动的通膨降低 但是服务的这个成本 还正在增加 包括了薪资成本的增加 还有包括住房成本 租屋成本的这个增加 以及一些服务成本的增加 而服务成本的增加 更具有僵固性 所以呢 对于联准会官员来讲 现在要说战胜通膨 都还言之过早 好那不过呢 至少在能源的部分 因为汽油价格 其实影响非常的大 美国的汽油的零售价格 根据最新统计 平均价格已经跌破了4美元 来到了3.99美元 好这个是在6月中旬的时候呢 创下了5.02美元的 最高点之后呢 开始急剧的下滑 从最高点到现在 已经跌了20% 而且不是只有美国 包括了欧盟 它的这个汽油呢 其实也明显的 7月份比6月份 下滑了9% 英国也下滑了8% 所以呢 油价还是非常的关键 好那就要来看石油需求了 那么现在有两个 主要去判断全球供需状况的单位 看起来有点不同调 国际能源总署呢 那么认为未来的石油需求 还会再增加 不过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则是认为需求 现在正在减缓当中 所以呢 现在供应也没有再增加的必要 好这两份报告如何来看 事实上他们最终预估 今年的每一天的消费量 其实已经接近 大约是9970万桶 到欧佩其实估计的是 103万桶 所以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明年底呢 这个IEA 就是国际能源总署呢 估计可以来到 1018万桶 而欧佩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估计是来到 10272万桶 所以两者其实是 非常的接近的 不过呢 IEA是增加需求的预估 而欧佩是降低需求的预估 他们的理由当然不一样 那么增加需求的原因 是因为欧洲的能源危机 要减少对于天然气的依赖 再加上呢 高温使得呢 整个的欧洲使用空调的电力呢 大幅度的增加 那么在尽量不使用煤的情况之下 用油来取代天然气 变成了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所以那么这个IEA认为 石油需求要增加 但欧佩认为呢 现在经济有放缓的迹象 所以呢 他们预估到年底 以及明年 石油需求反而是减少的 好那最近就必须要观察 这个石油需求 以及它的原物量价格 因为对全球通膨影响太大了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观察到的是 韩国 韩国每10天其实就公布 公布他们的出口额 根据呢 他们所公布8月的1到10月的 出口的情况来看呢 他们已经看到了半导体出口的下滑 8月1号到10号 半导体出口跟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了5.1% 这里面资通讯产品的需求 开始急剧的下滑 这边包括了PC 个人电脑包括了手机的需求减少 其实是重要的原因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根据皮尤这一个智库所做的 最新的调查 调查的是美国13岁到17岁的年轻人 也就是未来世代 他们的网络的这个使用 他们所这个最喜欢的 这个社群媒体还是YouTube 那么95%的受访者都说 他们使用YouTube 那么另外的第二名呢 是这个TikTok 67%说他们有玩TikTok 那么62%使用Instagram 好这个是脸书底下的一个子集团 Instagram 那么59%说用了Snapchat 那么但是使用脸书的比例是很低很低的 只有32%在滑脸书 所以在预料了出来 年轻人说脸书真的是老年人 在滑手机的这个产品 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对比 那么不过呢 他们长时间上网的比例 如果跟青年期 那么皮尤所做的调查相比的话 时间整整翻倍 所以呢社群媒体 现在尤其是影片型的社群媒体 YouTube TikTok 还有包括Instagram 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好另外看到中美关系 现在呢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呢 中美关系真的变得复杂 那么中国大陆呢 祭出的是军演 而现在美国呢打算呢 对于原本希望能够用降低 对于中国大陆的制裁型关税 然后来减缓它内部通膨这件事情 他们决定要暂缓 好所以呢这个事情是有影响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防疫 那么义乌浙江义乌呢 它是全世界小商品的核心 那么因为呢整个的这个疫情呢 又开始升温 所以呢义乌宣布 静默管理三天 而临近的江苏的这个几个 江苏绍兴 还有江嘉兴呢 也宣布呢减少这个市民的 非必要的外出 或者是非必要的这个离境 好那么但是呢 它的汽车销售呢 还有生产是非常旺的 那么七月份呢 他们所公布的汽车的生产 年增31% 销售年增29% 好入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都是大涨的 上证中和指数呢 大涨了51点 涨幅1.6% 深圳城市上涨了250点 涨幅达到了2.05% 香港恒生指数大涨了471点 涨幅高达2.4% 那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也是大涨 而且是股汇双涨 那么先看汇市啊 热钱流入 那么外这个银行呢 的外汇主管呢 他们评估 昨天汇入的资金 达到5亿美金 这是不是外资的转向 值得观察 这使得呢 新台币昨天升值了5.5分 来到29.942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外资呢 昨天在台北股市呢 买超达到了140亿元 那么也激励了台北股市 昨天呢 强谈了250 15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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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